近日,吴贺臣摆放众筹事件还未平息,抖音社又上了热搜,这次的主角是周九良和张云雷。 有人爆料称,抖音社内部正在开私,而互私的双方是周九良和张云雷。 爆料人称,周九良和张赫伦已经把跟张云雷有关的微博都删除了,还说正式进入了全员警戒模式。 而周九良,张赫伦的经纪人,抖音社副总,还起床点赞了一个著名的张云雷黑博主。 重点是,郭德纲竟然关注了一个有关于张云雷黑料的抄话。 对于此次爆料,网友也是一点吃惊表示不理解,毕竟张云雷现在是德云社人气最旺,流量最大的头牌,而且没有负面新闻,形象很正面。 为德云社圈粉不少,一直以来,郭德纲对他也是一直力捧的,没有理由黑自己的爱徒和招牌啊。 于是有人猜测,郭德纲之所以关注张云雷的黑料抄话,应该不是想一起黑张云雷, 而是看看这些黑子究竟是如何黑张云雷的。 不过也有网友称,张云雷在德云社人缘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,跟他窜红没有关系。 就这一连串传闻有媒体向德云社的相关人员求证,对方却以干脆的两个字回复,不理。 看来是打算关起门来处理这件家屋事了。 每天都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关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